金牛座 2022年金牛座朋友的运身是一颗星 ok 但是呢你也不要担心 因为2022上半年呢 木星会顺行回金牛的人际关系公位 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上半年也就是5月前呢 金牛的贵人运是蛮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段时间 好好的可能是会有很多的赚钱机会 或者是会有人提供给你很多 也许是到不同的工作领域去 你一定要把握好 然后但是你要很切记 拿捏好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不要因为有时候呢 有时候是披着糖衣嘛 只是小人 但是他就让你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很信任他 说要投资什么都相信了 这样子就要很小心会 那个邪法无归的状态这样子 然后呢木星在5月到10月的时候 会进入金牛的秘密风位 也就是说呢在这段时间 过去 可能那些披着那个很漂亮的面具的 但是其实是牛鬼蛇身 在背地里一直黑你 一直扯你后腿的人呢 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现行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哇这个人黑我黑的这么 花张 好 然后还有5月过后也要注意自己的脾气 如果说不小心情绪失控的话 可能会有很重要的人因为这样子而离开你喔 对 但是金牛座的朋友不要担心 你就是听到这边觉得说 好像今年运势很烂 不要担心 因为金牛座我们图像星座一向是很会存钱 很会规划 你们就好好的规划 在前半的时候把机会都拿捏好 这样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只要稳住自己就可以 处女座的朋友有三颗星 2022年5月 木星会进入处女座的婚姻公围 虽然处女只有三颗星 可是你知道在今年呢 感情浴世方面我给处女座是第一名 对处女座在今年非常有希望 可以遇到你的真命天子或是真命天女 甚至会有机会可以步入礼堂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就是我灵魂的另一半 他好懂我喔 对但是也不能太冲动你知道 OK而且呢就是桃花非常旺 你会遇到一个就是他也会对你很好 然后非常愿意去理解你的人 OK好那5月后呢 木星会进入处女的财博宫 同时间土星进入你的事业宫 也就是说会有地外之财 偏财运好像不错 可是事业上也会面临许多许多的挑战喔 5月之后 所以呢会很容易让处女座觉得说 我付出很多 可是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 好像要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却只收获到一点点 所以我们处女座的朋友还是要定住喔 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在2022年 我们是两颗星 OK好还有两颗 但是在5月中前呢 摩羯座你的面试运会非常好 就是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来自不同领域的可能工作邀约或者是说有公司想要挖角你 那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在这段时间你的工作会非常有机会可以稳定下来 甚至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子 然后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存钱 因为呢下半年土星会在你的金钱工位 金钱工位肆虐 也就是说呢很容易会有额外的开支 就是那个预期之外的啦 比如说啊我今天开车 车子被我先爆胎 啊又是一笔钱出去了 所以呢摩羯座的朋友你要记得 当你有钱进来的时候你先好好的先把它存好要规划好这样子 才不会接下来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比较手忙脚乱一些哦 好那2022年呢在恋爱工位的天王星 长期日木星城四分相 所以呢你会发现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像价值观差很多哦 尤其是在用钱的方面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就有争吵争执的发生 对所以呢面对你2022年这么多的冲击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稳住定住 OK一切就过了 好 Dod 鸣们 voy 지 秀 这 Sap